我们看课本的178页 6层15升 175毫升 出3 然后这个的答案会是等于多少呢 好 这一题呢 其实 有很简单的做法的 OK 我不需要去做它的话呢 我都可以知道 它的答案会是350毫升 然后30升350毫升 来我们看它的答案是不是30升350毫升 OK对30350 OK我可以一眼看到它的答案呢 OK我到底是怎样一眼看到答案呢 我不要跟你讲我怎样一眼看到答案 我先让你们看它的那个做法先 所以我的15L175ML 我乘6的时候这一边 我就有ML6530 6742 然后就会加345哦 然后616 然后这一边就会变成10 6565 65 6530 然后616 90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要减掉1000ml 然后前面加1L 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50ml 然后91L 然后我的这一个91L 50ml 我91L 然后50ml 我再除3的话339 然后这一边是1 然后001 然后它进1000过来这一边 然后它这一个变成1050ml OK 因为我的这个E变成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1L等于1000ml 1L等于1000ml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339 然后15 然后3515 然后3515 然后这边0 0 然后这个0 所以它的这一个答案就会变成30L 350ml 你看它的答案一样耶 然后这一题呢 它这一个是属于方法1 OK 然后我们接着呢 其实还有方法2跟方法3呢 方法2呢 就我直接把这个变成6乘15 175ml 我先把它换成ml先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15175ml 乘6 然后这一边就ml 6530 6742 就45 616 610 然后6530 616 然后91050 然后我的91050这一边呢 我再除 除多少 我再除3 91050 我除3 339 然后这一边是1 然后0 然后我就不写完整了 因为我等下不够位置 然后我就339 然后这一边15 3515 然后接着就00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就是这样 所以它这个就是要答案 好 这一个是我的方法2 然后我刚刚怎样能够直接拿到答案的呢 其实我用的是方法3 就是说我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的这个东西我直接变成6乘15L 175ml除3 然后我就来月减133 236 然后我就直接拿这个来乘2 175乘2 3 OK 我在这一边我的15L 然后175ml 我再乘2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个ml 250 274 然后212 350 250 然后212 3 所以它会变成30L 350ml 所以我能够用 一眼就看到答案的原因 是因为我其实是在用着那个方法 3 我就直接6除3 就2 直接这个乘2 我拿到答案 这就很快了